早晨早晨,我是王Sir 很多聖邦濟國小學的同學問英文,家長問應該怎樣 聖邦濟國小學教的英文,從一年級開始暫時是沒有見識過這麼多教學校裡面英文是教得最好 但是sense是什麼呢?就是第一,他的reading 元素夠強,第二就是他的grammatical concepts 或者 sentence structures 是非常之有系統的 我想你們全香港唯一一間學校是首先教simple class 學校一同學,整個simple class 要認識 其實是對的,simple class 其實是容易處理simple present 因為 只是轉字而已,還有做可定句的時候用node已經教好了 相反,全學校會教simple present does not do not 反而就逐漫一點,因為does not do not的使用會溫柔的小朋友 好,現在聖邦濟國問點溫英文,回到這個問題,很多時候你們會遇到這些問題,是不是? 即是將Statement去砌問題,又或者將Statement去否定句,有些什麼秘訣呢? 一個秘訣,就是留意動詞的變化,其實你去做一個否定句的時候,首先要鎖定動詞在第幾類 我們鎖定了動詞,之前說過的動詞分三類寫碼,第一類寫碼,第一類寫碼,或數位 在第一類的動詞作否定句,直接寫碼進去搞定了,而砌問題呢,第一類動詞呢,將寫碼等詞 而第二類動詞比較煩,第二類動詞,你牽涉simple present,simple past,是不是? 第二類動詞,如果你牽涉simple present,simple past,砌問題的時候一定會有do,或者dust的,這次用dust,就是用do 當你鎖定句,或者請問題,do does 吞前了,加了do does 進去之後,裡面的文,裡面的字呢,是原色 所以does not,後面來個go,不要再加yes了,行不行? 那所以,首先要了解動詞的變化,第一類,第二類,再去想,怎麼做否定 第三類問題就是將單數變重數,重數變單數,很多時候單數變重數,我想你沒問題 最大問題是重數變回單數,重數變回單數呢,你除了取消s 之外呢,你要放個an在前面 第二項要留意,就是你數不到名詞,rise,homework,數不到,數不到,不可以變數到,所以數不到名詞 一句到尾,你溫英文呢,考試今次,留意什麼呢?第一,動詞,兩類的變化,does not do not 第二,就是轉單中數的時候,重數,怎樣倒回單數,不要扭氣 數不到名詞,是不會動它的,多謝各位 會員 會員